大家好,欢迎来到秦伟平频道 今天我们继续讲中国危机大逃亡这本电子书 这本书的视频版 今天继续第六讲 第六讲的内容是接着上一期 中国危机路线图上演与楼市泡沫破灭 欢迎大家继续踊跃订阅我们的秦伟平频道 也欢迎大家继续在通过Payport或者其他方式来购买这本电子书 这本书在未来可能两年之后会免费的向所有人公开 但是现在还是非常有对大家非常有帮助 谢谢 接着上期继续朗诵 当时房地产形势非常严峻 各售楼处门口罗雀 很多地方政府出台了紧急出台的补贴弃税的措施 吸引老百姓买房 害怕崩盘 也有些地方楼盘出现20%以上的跌幅 与政府群此相依的银行也推出了贷款利率优惠政策 几乎是求老百姓买房了 当时市场反应一片冷淡 在房地产下跌的时候 人们普遍感觉到深深的恐惧 甚至出现了前期业主因为开发商降价 怒闸宿楼处 要求退房的非理性行为 当时我一口气在湖北武汉和浙江嘉兴 湖州买了三套房 一套全款两套贷款 还拿到8.5折的优惠贷款利率 甚至还享受了弃税补贴 在很多朋友看来 绝对是一个近乎疯狂的举动 我的感觉是当时经济基本面并不太糟糕 政府紧张放水救市 本来就是慌张之举 不但没有必要 而且肯定会导致通货膨胀 我当时也撰文 对此批评态度 从投资楼市的角度来看 市场变冷 供求关系发生变化 却是一个难得的投资良机 开发商降价本身就是大让利 政府和银行都在抛媚眼 放低身段 加上4万亿大投资放水的客观事实 我判断钱最终还是会流入房地产市场 房价应该会继续上升 所以扎住时机 该出手时就出手 任何投资都有风险 我当时也做了最坏的打算 如果房价下跌 甚至下跌30% 我认为我有能力承担这个结果 这一点很重要 我的投资理念之一 就是做任何事都要想到最坏的结果 如果能承受就去做 然后尽最大的努力 房地产投资 房地产在内的所有的投资决策 我还有一个理念 就是不要在24小时里做重要决定 最起码要隔夜 人有时候会冲动 我也不例外 心血来潮 看到心仪的房子动心都很正常 但通常隔夜冷静思考一下 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说起来大家可能不太相信 熟悉的朋友调侃我说 买房就像买白菜一样 因为我买的房子 基本上都是第一天看好 第二天就签合同 当天签合同的绝对没有 冷静 冷静 再冷静 看了很久的房子 最后反而没有购买 很奇怪 就好像谈恋爱一样 有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 有演员就牵手 有时候谈了很久的恋人 最后反而修成正果的很少 我是一个相信命运的人 人世间的一切都有着奇妙的缘分 你和你要买的房子之间 一定有着某种缘分 只是我们不清楚其中缘分是什么 至于房子是住一辈子 还是住一段时间 还是最后出手卖掉了 就好像一个人谈了女朋友 会不会结婚 结婚后是单生活一辈子 还是生活一段时间离婚 这中 这其中可能都有当事人 并不清楚的奥秘 房子对于中国人 特别是恋爱中的青年男女来说 简直太重要了 早就听说在中国 无论在中国的各大城市 还是城市农村 城镇 如果一个男人没有房子 几乎就没有女人和你交往 现实生活压力很大 节节攀升的房价的确让人又爱又恨 中国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房子的逼喜剧 在上海的大城市 女孩子会含蓄的问你 你住在哪里 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 多大面积等等 也有的女孩子愿意和男朋友一起打拼 一起凑鼠付付案件贷款 现在听说 在湖北老家的农村 女方直接要求男方至少在县城或者乡镇上 有一套房子才会考虑谈恋爱 房子似乎和婚姻有一种奇妙的关系 在两性交往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比重 有人调侃说 中国不是一夫一妻制 而是一房一妻制 无房就无妻 有房就多妻 旧时不明白为何叫老婆叫大房 二房三房 如今真的懂了 没有房子的男人在当今中国的确非常尴尬 有多少房产的男人经常换漂亮女朋友 也是社会现实 房地产的背后藏着多少人 多少中国人的爱恨情仇 简直每个人都有一部血历史 近日 中国发生了两件与男女感情及房产有关的悲剧事件 轰动全国 一件是翟欣欣涉嫌婚姻诈骗案件 导致Way Frong创始人说想冒 被骗房产及钱财高达2000万 最终悲愤自杀 故事情节 离谱夸张 另一件事发生在广西柳州的青年女老师 被枪击身亡 凶手竟然是她要求离婚的丈夫 南方认为遭受欺骗 骗房 骗婚 骗钱 不堪其辱 行凶报复 最后也自杀了 两件事 三个年轻人的生命离开这个世界 再贵的房子都有价 而生命无价 这两件事在中国 是中国如今畸形社会和畸形楼市的一个缩影 房子 成了人们眼中最值钱的财富 有房就代表有钱 房多就说明钱多 而在中国这个孝贫不孝仓的社会里 没有房子就意味着你没有钱 即使你学富五车 满富金轮 在老百姓 在老百姓眼中 就是一文不值 我有一个在中科院工作的朋友 搞学术研究的青年才俊 他是农村老家出来的第一个博士生 当年是家乡的典范 现在却因为一直没有能够在大城市里买房 被当成了家喻户晓的负面的榜样 读书无用论的现实教材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 快得让很多人都无法适应 经常有陌生的评论观众 问我房地产的问题 问的最多的是 要不要买房 或者要不要卖房 这些话题 可能在后面的章节中提到 但在这里 作为与楼市相关的特别的单元 我也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首先 我对刚需一族的建议是 如果遇到性价比不错的房子 该出手时就出手 当然前提是 在经济能力承受范围内 不要因为买房 而严重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品质 捉紧见走 即使未来房价会下跌 只要能够有心理准备 能够支付按揭 唯一一套住房 买也就买了 因为在中国 房子背后承载的东西太多太多 何谓刚需 就是刚性需求 必须要买房的人 比如谈了多年的恋爱 准备结婚 比如小孩要上学 在中国 房东非常强势 法律法规不保障租客权益 租房的感觉非常糟糕 和老婆小孩一起租房的感觉 可能更加不好 有能力的刚需买第一套房 多看 遇到合适的房子 性价比好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稀缺的资源 该买就买 我还有一个经验 供大家参考 因为中国经济和开发商的不确定性 我只买现房 从来不买漆房 如果发生开发商破产跑路的悲剧事件 不光是房价下跌那么简单 几乎与遭受巨额诈骗没什么两样 对持币代购的刚需义足 属上持有几十万或上百万人民币现金 同样是一件高风险的事情 人民币一直在放水 搞量化宽松 M2实际数字可能已经突破200万亿 物价一直上涨 人民币在国内的购买力持续下降 放在人民币现金属中 现金放在手中 财富铁定缩水 放进股市可能会割韭菜 想应国家号召搞全民创业 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好项目和丰富的实战经验 建议你不要瞎折腾 放在楼市还有可能因为涨价而升值 但也有可能因为跌价而贬值 但如果你是一个刚需 特别是如果没有移民打算的刚需 没有打算移民 请看好自己的血汗钱 当然如果是一个月光族的刚需 那么你也不用太操心了 楼市了 等泡沫破灭之后 看能否抓住机会吧 对持有两套或两套以上房产的人 不建议大家继续追涨 继续投资楼市 现在的价格的确很高了 投资成本也很高 输益必定下降 更何况还有接最后一棒当接盘侠的风险 如果房产占自己财富比例过高 也建议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 可以在高位抛售一些闲置的房产 套现的资金可以做一些其他的资产配置 比如外币美元 对这场即将爆发的史无前例的中国危机 如果没有丝毫准备和行动准备的话 丝毫心理或行动准备的话 几乎是灾难性的影响 特别是高杠杆刚负债 持有多套房产的人 纸面财富可能很多 但抗风险能力很弱 当楼市泡沫破灭的时候 可能会完全崩溃 破产跑路 前防两空 甚至还有可能妻离止善 千万不要太贪心 谨慎谨慎再谨慎 不要贪婪 不要恐惧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有一个做实业的朋友 赚钱很辛苦 看到楼市疯涨 已经有两套房的他 决定出掉资金 甚至借款去抢购一套 他认为这几年 做生意根本很难赚到钱 只有房地产还能赚钱 而且是暴利 我说房价可能未来随时下跌 他说不准备长期持有 一两年后赚一票就卖掉 我彻底无语 这是典型的投机的心理 我真心担心他 他未来的财务状况 发生恶劣变化 没有实体经济的强劲的支撑 房地产的泡沫 越来越难以持续 在整个房地产的链条中 拿到最后一棒的人 才是真正的接盘侠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现实版的击鼓传花的游戏 直到鼓停下了那一刻 才知道谁在挪有 对中国楼市盛宴的最终结局 我曾经做过一期评论节目 能够预测中国房地产 最终结局的人 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和预测中国危机路线图 何时上演一样 我也无法准确预测 中国楼市盛宴的结束的时间 根据常识 我敢断定 中国楼市不可能永远上涨 就好像中国股市 不可能永远上涨一样 面对一个越吹越大的楼市泡沫 如何收场 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习近平今年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中国房子的本质 早已经不是一个居住功能 而已经变成了一个 全民参与的金融产品 具备各种金融产品的 投资和炒作的属性 单看租树北 租树比 输入房价比 再高明的精算师 也无法料到房价会如此之高 任何被人为炒高的产品 最终都会回归到真实价值 历史上 荷兰的郁金香被炒出天价 云南的普尔茶被炒出天价 西藏的藏壕也被炒作 最终都烟消云散 所有的泡沫都会破灭 房地产泡沫也不例外 美国日本的房地产不会例外 中国的房地产也不会例外 房地产的泡沫一定会破灭 这是中国楼市盛宴的终极结局 但却有可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 第一种 就是我们知道的房价直接腰斩式下跌 如果政府不干涉市场 市场成交价格直接下跌30%到50% 这是一种老百姓都看得见和看得懂的赤裸裸的下跌 一定会使哀鸿遍野 也许是中国大陆老百姓第一次尝到支不抵债 副支撒的痛苦 能不能挺过苦难期 会不会有人崩溃跳楼 会不会有人妻离止善 有些惨障是可以预见的 而有些惨障我们无法想象 第二种下跌的情况很隐蔽 当市场持续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 但所有的吃穿用必需品都上涨100%到200% 房地产的上涨却只有5%到10% 因为货币供应量大增 市场并没有看到房地产价格的直线的下跌 但是在市场整体大幅或者恶性通货膨胀的时候 楼市涨幅却明显小于其他商品 这是一种隐性的房地产泡沫破灭 也许直接危害会小一点 但那个时刻 人人自危 社会稳定可能已经陷入一个非常糟糕的状况 各种危机都是一触激发非常脆弱 本轮中国系列危机 中国政府将会采取何种应对策略 我将会有专门篇幅介绍 有关楼市危机部分 我可以在这里先简单提一下 在这场生死攸关的中国危机面前 中共政府绝对不会坐以待毙 他们会调动所有能调动的资源 尽可能的避免或延缓危机的爆发 处理楼市危机 中国政府还有一个最流氓的选择 那就是有一天突然发布行政命令 暂停全国或部分房地产交易和过户登记 这是一个釜底初心的狠招 相当于把整个房地产泡沫冻结起来 不死不活不争不减 从表面上看 房地产价格不可能下跌 因为根本就没有市场交易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于短期炒房的投资客 将会是致命的打击 也有很多开发商会破产倒闭 中国政府可能会采取一个极端的方式 将小开发商直接关闭 大开发商用各种合法或者非合法的方式 将他们输为国有 中国未来住房的供应 将全部由政府开发商提供 中国新计划经济时代全面到来 有人问 这不是开历史倒车吗 14亿老百姓有选择权吗 没有 只要有利于维护中国现有政治制度和执政集团的利益 我认为中国政府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和手段 全国楼市停止交易 开发商 全部开发商输归国有 第三件事就是提供政府房 新加坡有成功的先例 新加坡80%的国民住房由政府修建 价格远低于私营开发商的市场价格 中国政府为了社会稳定和苏买人心 完全可以向无房者提供连租房或免费租房 实现居者有其屋 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 就好像免除农业税 让很多农民感恩戴德一样 有人受益就一定有人受损 底层草根可能因此得利 现在的房地产行业富豪们可能就成了被宰杀的羔羊 可能是许家印 也可能是王健林 甚至也有可能是马云和马化腾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特别在中国 当年国民党兵败台湾后 大陆的农民翻身做主人 政府实行土地改革 贫困农民分道的土地皆大欢喜 可是富农地主的财富却被瓜分一空 甚至被杀 故事也并没有结束 没有过多久 政府又在搞农村活着社 把分给农民的土地收回来统一耕种 吃大锅饭 搞大跃进 感应超美大链钢铁 最后发生了 二十几千万人的历史悲剧 游戏玩不转了 又开始搞土地承包制 分田倒户让农民自己种自己的土地 调动积极性 改革开放 搞出口才搞出一条活路 好日子没有过多久 发现搞房地产赚钱快 把农民的土地侵占蚕食 把老百姓的钱血洗一空 如今又到了三穷水尽的地步 转折点 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应对 启动政治改革 还是重启计划经济 我觉得从政府利益的角度出发 重启计划经济的概率要大得多 中国危机路线图何时上演 政府泡沫何时破灭 让我们一起见证历史 谢谢 我们下期见